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爱角海域的摩擦看起来比之前更严重 据《马林拉时报》的说法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声称 一艘中国海警船拦截了一艘菲律宾巡逻船 双方最近的时候只有三英尺 甚至不到一米 离碰撞可以说只有直尺这样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的视频也显示 中国海警船坚决地对菲律宾船只进行了拦截 双方一度距离非常之近 除此之外 中方还截住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另一艘船只 并将后者包围住 按照菲律宾方面的说法 中方把这艘菲律宾船只足足包围了八个小时左右 然而菲律宾方面还是声称 该国的两艘船只突破了中方的封锁 并对非法坐摊在人爱角上的破船 马德雷山号进行了补给 中国海警部门则还原了事情的原貌 当时有四艘菲律宾船只 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 强逃人爱角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全程进行了跟踪监视 并采取了有效的规制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向非法坐摊的军舰 运送违规建材 结合各种消息来看 菲律宾这次用的依旧是老套路 即强闯人爱角 给那里的破船运送补给物资 而中方对于这种情况的态度 其实是早就明确的 那就是生活必需品可以运上去 但是违规建材绝对不行 非方声称自己的船只突破了中方的封锁 完成了补给任务 其实就是中方处于人道主义放行 而中国海警提到的有效规制 说明菲律宾最想运送的违规建材 是一点也没运上去 中国和菲律宾这次在任爱角的交锋 结果和之前大差不差 可以说菲律宾这次依旧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而且并没有达成非方最主要的目的 修缮马德雷山号 这段时间的许多消息都显示 这艘搁浅在任爱角二十多年的菲律宾破船 情况已经是相当的糟糕 如果再得不到有效的修缮 那么离全面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 届时菲律宾将失去在南海制造问题的一个重要抓手 因此在这一轮的海上交锋后 菲律宾方面不仅没有消停 反而在炒作这个问题上加大力度 菲律宾国内关于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呼声也在增大 事实上每当菲律宾在南海制造问题的时候 都会拉上美国撑腰 也不乏拿美非共同防御条约来说事 在前段时间中国海警用水炮驱离强闯中国领海的菲律宾船之后 菲律宾国内的一些人就把主意打到了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上 按照以往的路数 非方都会或多或少的炒作这个问题 然而这次菲律宾当局则有不同的表态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则声称 虽然非中有海上摩擦 但以此原理美非共同防御条约是根本不合适的 他表示这项条约只和战时有关 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启动 现在的局势还在多方对话的范围内 菲律宾国防部长这个表态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他是在给中非的海上摩擦降温 把局势控制在对话的这个范围 同时也算是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划清界限 仅从这个表态来看 菲律宾方面的口风是有一些变软的 看起来并不想把事情进一步闹大 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真实想法 我们都一清二楚 所谓事书反常必有妖 大概率是有一些情况促使菲律宾不得不这么做 而事情的关键很可能就出现在解放军身上 按照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说法 在这一轮的对峙中 解放军的一艘056A护卫舰和一架运巴反潜巡逻机 出现在了现场 从目前来看 虽然解放军没有直接参与对峙 但是压阵的意思非常明确 解放军的出现已经意味着 中方完全能控制住现场局势 菲律宾根本无法轻举妄动 事实上上个月就有解放军军界 在仁岸礁救起菲律宾渔民的消息 这表明中方已经对相关的海域形成了有效的管控 同时中方这次派出解放军压阵 其实就代表了中方提升了对这次海上摩擦的关注度 也是在向菲律宾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 而菲律宾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如果局势真的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吃亏的只能是菲律宾自己 既然如此 菲律宾不如主动给局势降温 把风险限制在海上争端这个范围 以免出现预料之外的情况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